今天用牵制带猛星,我走哪儿,他跟哪儿? 你怎么总跟着我呀? 嘿嘿,嘿嘿是什么意思啊? 不是,你跟我这么紧干嘛? 给你个大地董,你在看什么呢,你在? 用两把刀,没看出来吗? 一把是张武,一把是武切呀! 是啊! 养不起,刚刚还说他真好看呢! 你脸都贴上来了,还远观呢! 打Boss?行,你先上吧! 给你看看我牵制的小人偶! 大佬说,只要跟拉娜一直对话下去,就能获得几千元石! 我这都干了两天了,几千元石,哥,哪儿呢? 哇! 好! oh! 哦 他说你们是放走了还是动手了 每日委托竟然不只有四个 难道我之前做的都是假的 我不信 跟着大佬来到雪山就宫的七天神像 在这个位置 有个碗 需要每天图位一次狐狸 可以获得15元时 之后望龙村这个位置 找到小卷婆婆 每天继续任务可以获得60元时左右 阿如村赛巴 每天继续任务可获得330元时 散烂神社找到小猫请起 每天继续任务可获得194元时 之后在成眠之停赋本身里 每天喂猫可获得15元时 见鬼对面有个全看 先过来三拜三次可获得15元时 这么多的日常 会只有我没做吧 宝箱竟然还能跟我躲猫猫 难道宝箱长了嘴 我不信 跟着大佬来到飞沐村 左边的小岛 也绕十字转一圈 竟然出来一个华丽的宝箱 来到军英大食堂 然后从右边跳下去 在半山腰的位置 有个很调皮的宝箱 只要靠近 它就会消失 正确的拿杆去爬到山上 背后偷袭 偷袭 这下逮到你了吧 这两个年轻人不讲武德 来到大佩山下方锚点 这里有个华丽的宝箱 只要靠近 它就会把自己扯起来 还是跟刚才一样 绕到背后让它看不见 然后偷袭 来到方海锚点 右边这个位置 这里有个秋秋人 一直盯着屋里 原来是有个人贫碑藏在里面 激活做到一个精致宝箱 最后来到倒气城右边的小岛 通过提那里的寻宝箱 挖到了藏在地里的宝箱 往上走 还能挖一个 这些宝箱藏得够深啊 我就不信 就我没拿 大佬说要带我去掌掌见识 我马上都快五十了 什么没占过 好 然后相乏 启咯 原来是这样 其那里和赛诺 非得跟着克莱的原因 找到了 那赛诺呢 护送克莱 借口 这个真的是借口 一个先灵 给八个宝箱 外加一个成就 能给这么多 我 不 信 跟着大佬来到青奈丸 赋船这里 机关指针 两两相对 就可以解锁洞口 和一金质宝箱 进来后 找到先灵 拿到一个普通宝箱 一路跟着先灵 还是刚才的机关 解锁一金质宝箱 之后 跟着先灵 来到下一层 遇到木板 导致进不去 需要踩机关 原理是连连看 解锁洞口 拿一金质宝箱 再下一层 同样是解锁连连看 拿一金贵宝箱 再来旁边坑里 拿一普通宝箱 加木为钥匙 进去 解锁机关拿到 船长代为琼斯的宝藏 跟着仙灵 来到他家 又拿一普通宝箱 这哪是仙灵啊 这明明是我灵格 到了 让我抽迪西亚 别人都说迪西亚不巧 怕不是又想坑我 他没想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天後 耶 终于45级了 可以刷上用了 大不过 一个秘境有什么拿的 有无限 我记仇 高等元素论 普通破顿学 伤害程序论 以普遍理性而论 我的56级了 说我蒙德 还有很多宝箱没拿 我不信 跟着大老来到新墨湖 右边的这个位置 可离往地上一炸 就炸出了个精致宝箱 再来附近这个位置 路上有个热露果 连起来 给一个普通宝箱 来到千峰神殿这个位置 这个不利无奇的足头 竟然也藏有宝箱 千峰神殿里面 打破这三个木层 给一斤只宝箱 给一斤只宝箱 来到石门锚点 往左下角飞 地里藏有一斤只宝箱 最后来到石门附近这个位置 树底下藏有一斤只宝箱 往前面走 来这个位置 有个水潭 里面也藏有一斤只宝箱 这也太能藏了 你们不会都拿了吧 我终于知道 大老为什么喜欢用弯页了 嗯 不错 为什么要盯着我看 星星 九小时 不能 受风解忆 嗯 不能 不用 不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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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